7月20号 中国遭到大暴雨袭击 中共官方称历史最强 极为罕见 暴雨袭击了河南全境 郑州市的灾情尤其严重 许多地区被洪水淹没 郑州多个地铁站灌水 还有一个车厢 因为积水太深 使多名乘客受困 不得不沿隧道便倒疏散 网上流出的地铁车厢画面显示 积水已经腌制被困乘客的胸部 乘客只能抓紧扶手 苦等救援 整个河南因为暴雨导致社会停摆 官方通报 洪灾已经造成 郑州市区12人死亡 社交媒体传出的大量画面显示 很多人在地铁中被淹死 还有人被困在水中 有人被洪水冲走 实际伤亡人数有待更新 在大灾之际 许多河南民众发出救助 却还有一众小粉红 极力传播无人受困 没有人死亡的消息 为当局掩盖灾情 无视人民 救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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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